人類至今還沒發現外星人 是嗎? 想像一下 地球只是銀河系邊緣一個普通恆星旁的小小行星 就有如此繽紛多彩的生命 而天文學家估計可觀測宇宙中有超過兩兆個星系 讓我們試著換算一下 每個星系中都包含超過千萬顆恆星 而每顆恆星平均至少有一顆行星繞行 這麼多的行星當中 連一個外星生命都不存在 似乎說不過去 面對這個自古以來的巨大疑問 天文學家在2022年8月底 利用詹姆士韋伯太空望遠鏡 取得了初步進展 雖然不是直接證實生命存在 但是驗證了發現生命應激的重要測量方法 究竟科學家拍到了什麼 取得了哪些特別的資料 與外星生命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 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大哉問 但如果真的找到外星生命 不僅對科學、對社會、經濟文化等 人類文明的方方面面 勢必都會有不可小覷的影響 過去數十年來 人們探索這個問題的方式 主要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嘗試發射 或是接收來自宇宙中高等智慧文明 所發出的訊號 比如1974年 人們就曾經朝著 五仙座的M13球狀星團 發射著名的 阿雷希伯電波訊號 這個目標星團 距離地球不算遠 星星又多 因此成為首選 阿雷希伯訊息中 包含著人類的DNA結構 太陽與那時候九大行星 還有人類的姿態等等資訊 向外星人展示我們的存在 並期待收到回信 但這樣的方法 一方面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收到回覆 只能苦苦等待 即使對方收到了 能否解讀也是一大問題 另一方面 主動發出訊息 也必須背負 暴露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風險 第二種方式 是試圖在宇宙中尋找 生命對其環境造成的影響 試想一下 如果地球上的生物從未出現 現在地球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如果沒有生命 就沒有大量藍綠菌跟藻類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沒有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碳轉成氧氣 地球大氣層中的氧氣 將快速在風化作用中 被消耗殆盡 留下一顆幾乎沒有氧氣的行星 換言之 從天文學的角度來看 大氣中有21%都是氧氣的地球 其實是非常奇怪的特例 因此 如果我們看到某個大小 與地球相似的系外行星 它大氣中的氧氣濃度超乎尋常的高 這些氧氣就很可能是 源自於該星球上的生物們 所以系外行星大氣層中的氧氣 可以被當成尋找外星生命的標杆 這樣的概念稱為生命應激 除了氧氣 臭氧 甲烷 一氧化二氮 綠甲烷等氣體 也都是相當重要的生命應激 如果能在系外行星的大氣層 發現這些氣體 而且證明這些系外行星的環境下 這些氣體不可能由其他機制 自然產生 那就足以作為外星生命 存在的重要佐證 因此 仔細分析系外行星的大氣層 就成了尋找外星生命的 那些天文學家努力的目標 然而系外行星極其遙遠 與地球的距離動輒數百上千光年的 我們當然沒辦法送一發探測器或太空船 前去實地採集這些系外行星的大氣樣本 天文學家能仰賴的 是分析這些系外行星的光譜 什麼是光譜呢 回想一下小時候玩三輪鏡的經驗吧 如果我們將一束陽光通過三輪鏡 在人靜的折射之下陽光就會按照波長散開成 紅成黃綠藍紫等不同的部分 形成一道小小的人造彩虹 這就是所謂的光譜 描述的一道光是由哪些不同波長的光所組成 觀測光譜是天文學家了解天體的重要方法 因為每一種分子都會吸收與放出特定波段的光 形成一條一條的發射或吸收譜線 這就好像獨屬於這些分子的指紋一般 因此天文學家就可以在分雜凌亂的天體光譜中 鑒別出各種分子留下的譜線 從而知道這個天體是由哪些物質所組成的 這就好像偵探他從混亂的犯罪現場中 留下的蛛絲馬跡 推理出兇手的真實身份一般 很可惜 由於系外行星實在是太遠 太小又太暗了 想要直接觀測他們的光譜非常困難 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望遠鏡都立有未待 怎麼辦呢? 天文學家想到的方法是 如果系外行星實在太暗 那就趁著系外行星繞行到母恆星前方時 把母恆星發出的光當作是背景光源 當母恆星的光線通過系外行星的大氣層 大氣層的分子們就會在特定波段 吸收掉一點點母恆星的星光 使著母恆星在這些波段看起來 要比平常更暗一些 如此一來 只要比較有行星遮擋跟沒有行星遮擋 這兩種情況下拍到的光譜差異 就可以算出系外行星貢獻的吸收光譜 並分析它的大氣成分 用這種方式拍攝出的光譜 稱為系外行星的穿透光譜 這次微博選擇觀測的目標 WASP-39b 距離地球約700光年 這顆系外行星跟母恆星之間的距離 只有約0.05天文單位 也就是地球跟太陽之間的距離的20分之一 由於距離十分接近 母恆星的炙熱陽光 讓WASP-39b的大氣層升溫膨脹 使得這個質量只跟土星相當的行星 體積卻比木星還大 形成又熱又蓬鬆的大氣層 可以想像行星越是大顆 大氣越是蓬鬆 就越能遮擋住母恆星的光 從而製造出更明顯的吸收譜線 方便天文學家分析 因此WASP-39b才會被選為第一個 讓微博小式牛刀展示實力的目標 利用近紅外線光譜儀 微博記錄了WASP-39b 在穿越母恆星前方的過程中 母恆星不同波段的亮度變化 曲線中段的這個陡降 正是由WASP-39b遮擋了 它母恆星的光線所產生的 乍看之下 每個波段的亮度變化曲線 似乎沒什麼不同 但其實可以放大觀察 你會發現 在4.3微米的波段 母恆星的亮度下降 要略高於其他波段 如果我們將各波段被吸收的量 一字排開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4.3微米處 有個明顯的吸收高峰 經過比對後 天文學家相信 這個高峰 正是源自二氧化碳的吸收補線 這次天文學家 首次清晰地 在系外行星的大氣層中 找到二氧化碳存在的證據 雖然證明二氧化碳的存在 離找到生命應激 乃至於生命存在的證據 還有10萬8千里之遙 但這個觀測結果 仍向世人展示了 微博在觀測系外行星大氣方面的強大潛力 經過30多年的努力 如今人類已經發現 超過5000個形形色色的系外行星 有的就像是WASP-39b一樣 巨大而且炙熱 擁有濃密的大氣層 有的則像地球一樣 擁有岩石核心 可能存在陸地跟海洋 甚至最近還發現了 近三成質量都是由水組成的海洋行星 而微博的穿透光譜觀測 將能夠幫助天文學家 更仔細地研究系外行星的大氣層 了解它們究竟是用什麼元素組成的 也許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能夠找到生命應激也說不定喔 我們現在推估的生命 其實也是以地球生命為範疇 藉此想像會有哪些化學反應的硬痕 但要是出現一些完全不同的生命體 你覺得應該怎麼找證據呢? 或是如果微博真的找到外星生命存在的證據 那你覺得對人類會有什麼衝擊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由於微博帶給我們的新發現 來得又快又多 大家可能也看得眼花撩亂 如果你對哪一個發現特別好奇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直接向我們提案喔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